廢名而 批評與被批評 選擇評論音樂評論 批評與被批評的現狀 並不單在某一個專業界別中出現 包括對個人、家庭、社會 甚至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 他們都可以無處不在 批評與被批評的開展 經常是出自客觀或主觀的不同論點 他們可能處於對立的立場 亦可能存在著連鎖性的相互發展關聯 雖然儘管他們是準確、坦率和公正的 但批評的話並不容易說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聽 被批評的人也未必會同意對方的建議或分析 因為他們擱置了自己的立場和見解 但觀點與角度、讚賞和譴責之間的矛盾和衝擊 它正正是趨使我們日常生活 是一個不斷推進和演化的重要因素 是如此的循循不休 又是如此的息息相關 批評與被批評的過程 無必需要經過討論甚至爭論 才能得到結論 它可能產生積極鼓勵的良性效果 亦可能出現消極傷害的惡性輿論 批評與被批評的事與非 對於整個事件的推行和延續是有直接影響 一篇有價值的評論文章 它的可貴之處在乎按照事實真相 實話實說的尚書幾見 並且堅守評論原則 不顧任何壓力 勇於面對 克服身份尷尬難以下筆的困惑 而建立評論寫作的公信力 身為音樂藝術工作者 特別是一個面對觀眾的表演者 應該對於正、反、兩面的讚賞和批評 同等重視 重要的是警惕自己不備勝利衝分頭腦 當然,亦都不容輿論去打擊鬥志 以足夠的信心和定力、客顧和理智地去接受外來的評語 令自己的音樂道路更加充實和豐富 香港報章雜誌種類繁多 但藝術評論所佔的篇幅和比率極少 尤其是有關音樂的評論文章更加不多見 事實上,寫樂評的難度的確是非常高的 因為會寫文章並不表示就一定能寫音樂評論 因為樂評人所具備的先決條件 是他必須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音樂的範疇廣闊 樂評者究竟是否已經完全理解樂曲的主題或體材結構 做曲家的創作構思和背景 樂器的性能、特徵 以及表演者的技巧、演繹風格等等 相信無論出席音樂會的嘉賓 有份參與演出的音樂家 或是當晚不在場的聽眾 他們都希望能夠在樂評當中 讀到有關現場演出的音樂信息 你或是喜歡交響樂、熟悉室內樂、以充聲樂藝術 或是對中國民族音樂有獨度的心得 但誰都不可以自認十八般武藝楊楊皆精 何況眾多音樂藝術品種各自有他們的特特性 如果沒有廣泛和冤博的音樂知識和修養 就無法取得理性和感性之間的平衡 沒有原則的吹捧或全有偏見的謬論 不僅是對表演者的傷害和不敬 更顯示執筆者本身的業餘水平 而一類業餘水平的報導 往往會產生誤導的不良後果 無可否認寫樂評是從主觀概念出發 同時再根據客觀因素的分析而下筆 文章內容的觀點和角度 應該是主觀和客觀意念並存和相互融會的 唯有負於啟發性的真實報導 才是一篇具有專業性和可讀性的音樂評論專稿 如果我香港將會是一個世界性的國際藝術之都 對我們如此蓬勃開展的音樂文化藝術 相信應該會有更多精彩的音樂評論出現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